四驱海豹到底怎么样 欢迎收听我的用车小报告 作为一个加了2000付费 1000保证金的冤重车主 我这个海豹四驱已经用了10天了 接下来我会以8个方面 每个方面还是优秀 一般不及格三种评价 来聊这台海豹四驱 话不多说咱们开始 第一点操控 我的评价是优秀 可以非常负责的跟大家说 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海豹四驱版的悬架 是要比后驱版车型更运动一些的 无论是遇到路面上的起伏 所带来的后轮抛跳 还是说你高速购弯 所带来的车身测轻 四驱版车型抑制的 都是要比两驱版车型好的 毕竟四驱版车型 有这个可变的软硬调节悬架 这么看多花27000是值得的 其他方面海豹我觉得也很不错 它的转向很紧绷 车头很灵活 同时你的坐姿非常低 有一个很好的运动的坐姿和视野 它的电门以及它的刹车 跟油车是差不多的 就是很线性 同时反应也很快 在我开过所有的电动车里面 我觉得最好开的是 吉星2的性能版 但那车太贵了 没有什么人买 第二好开的就是海豹的四驱版 我觉得价格还很合适 所以我买了 第二点 动力也是一个优秀的评价 毕竟这台车两个电机架一块有390千瓦 679米 官方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3.8秒 如果你调到运动模式下 是没有办法正常在城市里面开车的 你不想每一次加速的时候 都让你的头撞到头枕上吗 那还是挺不舒服的 那尤其如果你带着一个女孩 你俩刚吃完饭 你出去运动模式一脚店门的话 我相信这可能是你俩最后一次约会了 所以这台车平常你放在普通的模式就完全够了 基本上是想秒神秒神 非常的从容 舒适性 那我给的评价是一般 悬架表现挺好的 问题主要出现在这个转向的手感上 我猜是海报把转向系统实在调教的 就太紧绷了 以至于说路面上很多细小的震动 都可以通过翻盘来传递到你的手上 那如果你去走一些比较颠簸的铺装路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手甚至要被震麻的感觉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隔音建造整体水平还是挺好的 尤其对于风噪的隔绝 只不过它轮胎的扁平底比较薄 所以路噪还是比较明显的 续航表现我给的评价是一般 就是能接受但是没有什么惊喜 首先我觉得你去做一堆人 然后拉高速 把它的电彻底跑个按把车跑趴窝 或者说你只跑个一二百公里 来倒退一下它的续航 好像跟实际的使用场景 其实都是有些脱离的 那我干脆就以我个人的使用场景 来测这台车的电号 那我的使用场景跟你讲 首先我开了六天时间 每个晚上车都停在外面 现在临盘没法进地库 北京现在的气温是十度左右 坐在车里空调正常吹 坐以加热正常开 用普通模式去开车 不特意去节省它的电门 碰到慢车我都会超车的 另外这几天因为等人或者拍摄 综合一块有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坐在车里吹空调的情况 拍压是2.5度 那最终它的电池从百分之百一直跑到了百分之七 那百分之七它是提醒你要必须充电的 我总共行驶了324公里 平均的电耗是20.2度每百公里 那这个结果我觉得还可以 那不谈使用环境就谈续航了 那就等于少流氓嘛 那综合我这个比较复杂的使用环境 324公里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了 但就是没有什么惊喜 那也许未来夏天的时候 或者说我把车停到地库每个晚上 这个续航还会好一些 那作为参考海豹的电池是82.4度 那官方的续航是650公里 充电速度我给的评价也是优秀 海豹是支持150千瓦的生涯充电的 那很可惜北京这个充电庄实在是有点太不给力了 我找了很多个充电庄 最终在开麦斯的充电庄 这台车飙到了119千瓦 辅助驾驶 我的评价只能是不及格 真的这个辅助驾驶水平真的太差了 为什么呢 首先说海豹作为比亚迪的车型 现在并没有用激光雷达 那你不想用这种比较高阶的辅助驾驶解决方案 你把普通的功能做好能让我用也行对吧 但是它的辅助驾驶完全等于不能用 因为它的车道保持是没有办法始终走直线的 一直在左右晃来晃去 那无论方案盘还是车身都在晃来晃去 你想想你去开高速或者说城市的快速路 你把手放在方案盘上 一直这么摆来摆去 这就没有办法正常用了 这一点海豹做的甚至不如我上一台车躺个300 所以说辅助驾驶真的是完全没法用 车机系统也只能说不及格 首先硬件方面海豹用的是690的芯片 虽然说这个芯片支持5G 但是在2022年30万的车还用个690 真的是有点落伍了 毕竟现在很多十多万的车型就用上855了 那不光是芯片的问题 它这套车机设计的过于复杂 你能感觉到它的交互界面如果是放在平板电脑上 你每天躺在床上去滑是很OK的 但是放在车机上就需要很多功能 你很好找很便捷的就能使用 那海豹完全做不到 它的车机设计的实在是太复杂了 配置我给的评价是优秀 首先像最加热通风还有大难音响 这些常规的配置都是有的 最满意的就是它3.3千瓦的逆放电的输出能力 而且比亚迪像比如说卡拉OK的麦克风 还是逆放电的充电箱 都是一次性给你的 不需要后期再花钱 这一点就非常好 同时它的第二排有个220伏的三插口的电源 也就是说你随时出门随时都有试电可以用 这对一个露营爱好者来说真的是太香了 以后我出去露营就是一台五菱床车配一台海豹 一个是移动的铁帐篷 一个是一个移动的电站 OK最后总共是八项评分 咱们总结一下四项优秀 四项一般两个不及格 好像跟我之前测试后驱版的海豹是一样的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下一期节目我们会把我的海豹四驱 和华博里面的台蔚蓝ET5进行对比评测 马上也会把这两台车拉到赛道上去PK 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您看到这里别忘了给个一键三连 我是你们的小郭同学 咱们下期再见 喜欢记得分享哦 好 啊 jeden 感谢观看